歡迎Sophie 你好,很久不見了,Ly 大家有時會問她是哪裡 是身在香港還是台灣 是神秘人士 這幾個月都是香港的 剛剛在週末時 跟陳柏宇一起開演出 對,在Sahok 很好玩的,一次直播 有很多歌曲 對,有很多歌曲 而且也唱很多自己的歌曲 因為Edward很用心地… 因為他是音樂主持人 很用心地改編了很多歌曲 跟Jason合約是很棒的 因為他用的聲音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做完這個表演 真的帶了一些東西入袋 從那方面 很好 剛才Sophie說 久不見的原因是 她很久沒有派歌了 有的,但上面不同形式 不斷轉化,像這首歌 像一條色役,變色龍 不斷變… 最新的自然變態 在Juno的《幻國文化》登場 也派上歌曲 過去這兩個星期 我們訪問很多歌手都會問 除了新歌之外 也會說 很多都轉了新公司 因為這兩年可能是逆馬聲筒 大家都會有很多變動 什麼叫逆馬聲筒 就是很多變動 就是這裡去那裡跳來跳去 很多歌手都去了一些新的公司 Sophie去了Juno的公司 可以說一下這個緣分 怎樣跟Juno和團隊遇上 其實跟我去台灣有關 因為我2020年左右 那時原本想宣傳我上一首國語碟 然後在那裡開始做一些Gigs 剛好幫我做伴奏的DJ Disparity 他又認識了幻國現在的經理人 然後說有個香港的女歌手 在台灣表演 我叫黃家儀 然後你在外地 所有的香港人就會 聚集了 十一 桃文宅 然後就立即約吃飯 所以是因緣際遇 我覺得挺有緣分地認識了他 但其實後來也沒有聯絡 反而我去年 因為留念的項目在大館 我一定要回來做演出 那時就真的開始談 他就聯絡我 說有興趣合作 好 終於聯絡了 看到Juno和他一起聊天 他會否… 第一句就說 我有一個劇本 到時就演繹 他說話是這樣的 Disparity 他說話是比較小聲的 有一個劇本,你會演甚麼 有這件事嗎 會否像之前和K的合作 會有一個故事 這次是怎樣 其實我想我和他合作 可能會不同 因為始終我本身有 做出自己風格的音樂 還有我一個很大的心願 就是希望建立到自己的音樂 的品牌 所以我覺得一直以來 都是創作自己的東西 甚至參與製作 所以這方面 我覺得他們很信任我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給我很多空間 去發掘自己的音樂 反而我覺得 他給的推薦 大部份都是一些 很強烈的精神支持 或者畫面上會否有更多意見 沒有,他都會說 很友善 很漂亮 很漂亮 很開心 其實也挺放手 讓你去做 對,我覺得是很大的信任 我想可能因為 他也會覺得 可能走過來 如果堅持自己的風格 其實是需要時間和耐性 所以我相信他也給了 很多空間給我發掘 所以他最大的支持 就是要你堅持 沒錯 OK 之後得到這個訊息 就是王嘉儀 未來的音樂 不知出了多少首 可能出了一首碟 都是自己一首主理 所以時間上比較慢一點 因為要好一點要攪拌 很害怕,現在要說進度 進度是甚麼呢 目標是甚麼 其實我一直以來 都是專輯為主 專輯出發 因為我覺得我每一次的創作 每一次的創作 都在記錄我人生的每一個階段 所以這次也是用專輯出發 年初就特意飛到台灣 去開設這個項目 其實我當時原本在香港 但為何特意飛去 因為剛好那時認識了很多 台灣音樂人 現在我又有新公司 有一個新的項目可以開設 我覺得我把握的機會 找到他們一起玩 所以其實是飛過去開播 所以希望到時那隻碟 又會有不同的火花 有台灣音樂人 又有香港的班底 甚至有一些是我自己的朋友 在香港 明白 所以就要像一個導演一樣 追求大家的進度 台灣那邊誰有空交電話 看一首歌做到甚麼進度 對,所以其實我同時在做整首碟 對,十首歌 十首歌的大碟來自王嘉儀 對 現在到了8月底 快到9月底才有第一首 給你一點壓力 很害怕 還可以的,有信心 但是否有很多音樂人 在腦海浮現出來 希望他們可以參與 即使彈一個吉他拉也好 對… 其實我覺得這兩年 去完台灣後 認識多了很多 我覺得很有才華的音樂人 既然自己有機會做這首專輯 就不要放過他們 但所有創作都是來自自己的 也有些是合寫的 但大部分 好,《自然變態》 這首是第一首聽到的歌 大家聽到 很帥氣的 要跳舞的,要冰冷一點 聽到的表演也是由Sophie去唱 這首歌 是近年的創作 還是較早前的作品 算是近年的,年初寫的 即是台灣的時候寫的 好像是,但不是的 你也很亂了,不時空 不是,因為我寫歌 真的沒有特意坐著 今天我就寫歌 其實我是不斷每天有些靈感 就在電腦上哄一些音樂 所以我覺得我寫的那個習慣 其實沒有一個很限定 鎖實的 我覺得是很多累積 每個人不同的靈感 每個人不同的經驗 然後累積出來 好,你和我們戚測樂迷 分享這個展示 大家要聽,即將要聽 是記錄在哪一刻的創作 都是年初的 但我忘記了是在香港還是台灣 飛機上 隔離的時候 是不重要的 這個地域性是不重要的 但叫做soul and body 我自己覺得 他講的是靈魂和身體 其實我這一兩年 在學習打開自己的心扉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比較內斂的人 但我覺得現在打開眼界之後 或者可能對於自己的東西 越來越實正 可能對於自己的信心都會增加 我很希望打開自己 所以說soul and body 最重要的一句是 We are perfect with our soul and body 所以無論你是一個甚麼人 你想做甚麼事 無論你的性別是甚麼事 或者你的取向是甚麼事 所有事都是你打開做你自己 是完美的 那你是不是也拿著 剛才你跟我們分享 寫這首歌的內容的感覺 Body and soul and body 如何打開自己的心扉 跟周耀輝老師而填詞人 說些番薯話去寫這份歌詞 是 其實也分享了很多 但重要的一個主題是說變幻 因為其實我整個專輯 主題都是想說 Fluidity 即是流動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年代 有很多變幻、很多不安 所以其實這首歌又比較高 我想大家去擁抱這些變幻 然後跟耀輝老師去談變的時候 他便想到變態這個詞 是 可能在社會上或生活上 有一些在光譜裡灰色地帶遊走的人 都可能被人覺得是變態 但耀輝的歌詞很有力量 就是把自然和變態放在一起 好像很對立的東西 但放在一起 其實他想說的就是 變態只不過是大自然的其中一部分 變換形態都是進化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宏觀、很有力量的歌詞 所以說流動的時候 其實當中也涉及想說性別流動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訊息 都是去擁抱任何事情 擁抱所有的變化 我覺得這個力量是挺大愛 還有很有自由的感覺 除了這個訊息之外 我都聽到 可能我看完音樂影片 就覺得就算你跟一對戀人生活 可能你不是這個生活模式 或是這個方向 平時不是這樣的 但因為你太愛他 你都會漸漸地變了他的模式 即是依附在他那裡 原愛的恩愛一致電色 其實有這些歌詞 其實有這些 甚至可能 現在很多人要移居易地 我們都要融入當地的文化 這可能是大家的特質 很容易遷就到這個生活 而我覺得這個遷就和這個愛 是很有勇氣的 而且是一個我覺得 很值得大家去擁抱的東西 總之就是要開放自己 去接受 祝福 你是否要拿彩虹旗出來 對 慶祝 這首歌 應該在6月的時候 你拿進來 我的 Pribe Month的時候 你今天穿著了 大家看到這個 差幾個顏色 我看到周耀輝老師 他寫Bridge的歌詞 特別留意到 好像是詩一樣 強勁到 問色色逆逆情是何物何味何色 在天天地地存是人類人性 在變的只能真實 厲害 這個Bridge的歌詞 不只是Bridge 我覺得其實 是 唰輝一貫的詩意 其實他有某一種 我覺得是情欲或性感在裏面 然後他又可以有一詞多二 我覺得他都是在送一個表明給我 就是我29年去30年 因為我今年30年 那就是一個女生去女人的過程 我覺得他在擁抱自己的性格 然後我又覺得她說變這個詞 就像我新公司這個跨越 加入新公司這個跨越時 一種擁抱和慶祝的表達 所以她說變色龍和我人生階段 都很相似,很類感 音樂風格也是 因為我自己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創作 也是很多變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 我覺得是她送給我一個表達 然後給我一點力量 然後作為新公司 甚至接下來專輸10首歌曲的 第一首主打歌曲也很適合 對… 也很好的表達 對… 所以接下來的歌曲 是否會由周宇輝填詞 還是更多人一起寫歌曲 會有不同的填詞人 始終因為這首歌曲提及流動 其實其中一個分支也會提及多元 即是分別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都會在我和不同的音樂人 合作這個環節體現到 其實你自己開設這個題目 大家的發揮一定很好 你當初怎樣想到這件事 一支流動發揮這個主題 其實這個主題我想了很久了 我覺得跟我生活有關 因為始終我在台灣和香港兩邊走 其實本身是一個流動的狀態 然後我又覺得可能我的音樂 其實在這首歌曲大家都會聽到 其實我很喜歡空間感 所以可能是一些很重的節奏 你會聽到我的人聲 是比較在上面 在我的空間行走 即是比較有一種很silky很smooth的感覺 我覺得這些特性是令我想起 想說流動、想說變幻 還有剛才這樣說 我覺得現在這個年代 有很多變幻和不安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課題 在人聲上自己也有一個取向 因為看到這首歌的和音的選擇 或者編排 你自己有很大的參與 對…一貫 一貫,喜歡玩聲 對,因為我覺得人聲 剛才Jingle也是,對嗎 我很喜歡 對,有很多的… 又唱很多和音 所以這首新的歌也是,對嗎 對,其實我自己很喜歡玩人聲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樂器 在我的音樂中 這次除了自己設計之外 更加開心的是跟Alex Fong The Invisible Man 他其實也幫了我發掘 我另一個質地的歌曲 因為我自己錄音就不會… 我唱一些性感的聲音 我自己會很奇怪 他們叫你性感一點 但他又沒有這樣說 但他去發掘另一個質地 我覺得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性感不是真的說 要很用力地裝作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性感是來自於一種自信 或是一種內在很實在的狀態 即是你很願意展現自己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性感 所以我覺得他那種不用力得來 但又有些用力 這件事是我以前沒試過 可能我以前的歌曲都是… I'm leaving home 那我就會很大力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是我在他身上學習的 即是他有很多… 在Vocal上怎樣可以流露到自己的語氣 以及音樂怎樣跟他吻合 甚至說流動這件事 連Vocal都可以很流動 《戚餐樂壇》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即是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吧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吧